小故事 还是法轮功好 作者 念词 前些时 我在一个小店给老板讲真相 告诉他法轮大法好 三退保平安 他说 我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 你们是好人 我们村里有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叫杨云华 他是法轮功西水辅导站的辅导员 他没练功以前 唯利是图 只要对他有利的事 他都会不择手段去做 练法轮功后 他人也变好了 还自己出钱出力 帮我们村里修了一条公路 可是共产党不让人做好人 还把他抓进牢里去关了好几年 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前年 有部队的人来我们村招兵 问你们村有练法轮功的吗 中共规定练法轮功的不能当兵 村民们回答说 练法轮功的哪点不好 你们刚才坐车进来的那条路 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一个人 出钱出力修的呢 我们村走了几十年的泥巴路 也没看到共产党的政府 为我们修条好路 不是人家练法轮功的修条好路 你们能坐车进来吗 还是法轮功好 那几个街兵的什么也没说走了 我说呀 他如果没修法轮大法 是不会这样做的